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 这节我们学一下和领导沟通越多,突发时间越少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幅漫画 这幅漫画应该发生在插嘴间 因为下属正和领导沟通,可能是在沟通工作 这幅漫画告诉我们和领导沟通的越多,突发时间会越少 接下来我们学一下沟通的心态 沟通心态分成两种 一种是被动心态,一种是主动心态 好,首先说一下被动心态 被动心态就是等领导问了才沟通 平时选择尽可能不沟通或者躲着领导 这种心态对职场发展非常的不利 职场发展的高度却于两方面 一方面却于某方面的专业和技能 另外一方面却于领导同事对你的认可 被动心态会让同事领导对你的认可更低一些 第二点就是主动的心态 主动的心态就是基于自己的工作 以及领导对自己职能的要求 主动的和领导沟通 主动沟通有很多好处 职场向上发展的很大程度上 却于一个人的沟通能力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沟通的价值 首先第一点是避免突发 第二点是获得支持 第三点是减轻责任 首先说一下避免突发 一般来说一个领导会管理多名下属 很难做到同事和多名下属做到及时沟通 如果由于信息传递不畅 很多信息下属不知道 等知道的时候已经非常紧急了 如果下属主动和上级沟通 提导知道一些工作安排 就可以进行统筹规划 减少突发工作 避免整体效率的下降 主动沟通的第二价值 就是可以获得支持 比如你和领导做了一次沟通 你反应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领导有经验和资源去应对 这次沟通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主动沟通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减轻责任 如果一件工作出现了问题 在出问题之前 你没有和领导做过任何沟通 那么领导会认为你有很大的责任 如果执行的过程中 你和领导积极的做过多次主动的沟通 即使出了问题 领导对你的批评也会减弱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沟通内容 我认为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工作的优先顺序 第二类就是工作中的风险 第三类就是工作中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工作的优先顺序 事实上工作是永远也做完的 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完所有的工作 重要的不是一直忙 而是要优选出投资活跃比较高的工作 优先去做 首先可以聚意自己的分析 对工作进行排序 然后再和领导进行沟通 第二点就是工作中的风险 很多工作项目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当风险适配后 需要进行准备和应对 而准备和应对 需要投入人员资金和物资 这时候可以和领导提前沟通 可能出现的风险 以及需要做的准备 请领导给予支持 第三点就是工作中的问题 一般来说 在工作中难免出现超出自己能力 或经验范围的一些事情 这时候可以以请教的方式和领导沟通 请领导给予指导 好 接着说一下沟通类型 一般来说沟通可以分成三类 包括了当面沟通 语音沟通和文字沟通 好 首先说一下当面沟通 当面沟通的好处是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 动作 也可以清晰的听到对方的语气 当面沟通普通的信息更加的充分和全面 我们可以根据领导的态度和情绪 调整沟通内容 此外当面沟通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当面沟通又可以分成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 比如在会议室 领导办公室都属于正式沟通 比如在食堂 在插尔间等非正式场合属于非正式沟通 我个人建议不论是正式沟通还是非正式沟通 都需要充分的利用各个当面沟通的机会 充分的进行沟通 第二类就是语音沟通 如果说经常见面沟通比较困难 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 比如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微信语音 或者是微信的语音留言都可以 语音沟通是一个比较择容的方式 语音沟通比较及时 也可以感到对方的语气 可以跟对方的语气调整沟通内容 同时语音沟通不受限于空间 但缺点是不知道对方的表情 对对方的情绪把握会差一些 好 第三种是文字沟通 文字沟通优点是沟通内容更加的准确严谨 同时也不受限于对方的状态 我们可以先把文字信息发给对方 然后等待对方回复 文字沟通另外好处是 可以多一些时间准备 文字沟通不需要像当面沟通 语音沟通那样 需要及时回复 这几种沟通方式各有利弊 建议大家结合来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沟通的频率 当我们掌握了各个沟通的利弊 接下来就是定制好沟通计划 尤其是和你工作相关的人 首先我们要制定计划 然后要每周完成 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列一个单子 把和自己工作产生关联人都列出来 然后进行分类 比如沟通对象包括了领导 下属 同级同事 接下来可以针对三类人 制定不同的沟通计划 我在工作的时候会设置这样的计划 我和领导的沟通计划是 每周见面两次 每次至少进行一个小时的当面沟通 此外每周也会进行一次 正式的文字的周总结和周计划 我和下属沟通计划是 每天早晨开事务中的晨会 然后每周末的时候 他们要提交一份文字版的周计划 和周总结给我 我和各同级部的沟通计划是 每周会进行一次当面沟通 然后会进行一次邮件的文字沟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前的工作职位 接触到的同事 时间精力等等 设定自己的沟通计划 第二点就是要确定每周要完成 我建设大家可以把每周整体的沟通计划 制定到周情路期单中 一方面明确一周沟通的总量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每天的时间工作灵活的安排 比如今天工作非常的忙 可以少沟通 比如今天事情很少 可以尝试多沟通 如果你每周坚持制定沟通计划 同时每周也总结沟通完成的情况 时间久了 你一定会成为工作中的沟通高手 好 最后的最下总结 那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职场技能 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工作中的环境 结合三种沟通方式的利弊 做好合理的计划 充分去沟通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再见